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照例先要谈一谈正在召开的三中全会 这每五年一次的中共高层的领导会议 主要的目的是要制定长期的经济政策 那为了纪念周一开幕的这个会议 国社新华社发表了一万字的长篇评论 题目就叫改革加习近平 而且在这篇文章里面 很罕见的在党内的文章里面 把习近平和邓小平相比肩 把他俩都称为伟大的改革者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比如说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推出了2000项改革措施 习主席在每一项改革措施后面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大概算了一下 本人数学不太好 文科生2000项改革措施 十年那一年大概200个 那就证明了 每两天就要对至少一项改革措施 做出他的判断 指明他的方向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段子 说习主席曾经在最密集的一天 为100多个行业指明了方向 我认为这渐渐的都不是段子了 从新华社的文章里 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么重要的改革措施 每两天至少有一个他要做出决定 这个不容易天纵其才 几千年出一个的大人物领袖 剁手 而且这些改革措施涵盖了 从扶贫 城乡综合发展 反腐到企业和创新 以及环保绿色革命 这个主要是指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和其他绿色技术方面的崛起 那这篇文章写道 由于这些改革措施 中国不仅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而且自2012年以来增长了两倍多 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增长贡献者的地位 这是这篇文章写的 所以习主席的改革成就 那是无与伦比的 那这两天党报党媒刊登的文章 需要重点去研读 但是他们都充满了各种八股 所以由我来代为大家去读这些文章 罪都让我受了就得了 你们就听我怎么解读 咱们是不吹不捧 不带风向 如实的介绍 比如说除了新华社这篇文章以外 人民日报和求是 又在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 刊登了习主席的文章 叫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这篇文章也是相信 是为三中全会定调 为什么需要这篇定调 就是说别的来源的信息可以忽略 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对三中全会的 整个的信息环境造成污染 要看就看党媒 党媒想让这个事情给历史留下什么一个基调 给老百姓给全党上下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讨论的主题 这些都定下来了 这也是这六千字的常文里面 有些数字 仅有五次提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有八次提到了制度自信 六十次提到了党 二十九次提到了社会主义 所以从这些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面对日益恶化的估计环境 去主席 坚决要搞自信自立 怎么搞自信自立 就是以我为主 把自己的这套话 这套话术理论说圆了 就可以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但是这两篇文章 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 比新华社改革加习近平这篇文章好 因为你说习主席干的正好 真的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使命 你来一篇改革加习近平 这种调点和标题 通常都是某人挂掉了 写一篇盖棺论定的纪念文章 但是你看他们就这么写了 咱们也只能这么看 另外从刚才我提到的几次提到改革开放 多少次提到制度自信60次提到党 次数最多的就是党60次 这说明在之前宣传部门抛出的文章 以及习主席在政治局会议里边 那些讲话都非常的清楚是什么 就是不管怎么改 他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党总卵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这并不是中央第一次强调这个事了 之前习主席亲自讲过 就是改革也是有方向 有立场有原则的 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 就是不能否定社会主义 习主席在五月份跟企业家 好像在济南那一次座谈 包括周期人参加的 他也说的很清楚 改革无论怎么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 绝对不能动摇 那就是不管是三中全会还是怎么样 不能跨雷池半步 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这一点上习主席划出了红线 那关于这几篇文章以及开幕以后 官方透露的信息很少的情况下 有些媒体仍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解读 比较好的一篇文章仍然是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对中国的报道和平息 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 比如说今天他们刊登了 Joseph马 他的一篇评论文章 其中有些细节抓的也非常的关键 有意思 比如说他就提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文章里面 他们把邓小平和习近平进行了比较 也提到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那习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他不仅是在经济上让中国成功了 还成功的让新时代的中国人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这个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做出了一个定论 但这个东西这个结论没给证据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确实在习主席掌权的这些年 中国的小粉红和老子红在整个老百姓的比例里面 那是空前提高了 以前没有见过这么二的人 比如说苏州袭击人家日本人销车 在西安用优星所砸捏日本车等等 自己喝着没油和食用油混合的不知道啥油 整天不关心这个 关心的是日本的核废水 这些东西都是最近十几年比较突出的现象 所以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爆棚 这确实是真的 但是同时就像我昨天的节目说的 很多中国人的精气神确实是没有了 哪部分精气神没有了 在乱世的时候 沉默的人得犹豫症的人 都是民族的栋梁 都是有良心的 你说这样的时代也不得犹豫症 你还是个人吗 所以是不是整个民族充满了自豪感 我觉得要是取样的话 恐怕也是对半 有一部分人确实自豪感爆棚 还有一部分人充满了绝望感 充满了绝望感 这个是一个非常自我矛盾的一个问题 既是真的也是假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觉得最近十年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比邓小平时代更增强了 我这个感觉邓小平时代的那些中国人充满了闯劲 干一阵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年轻人当时还打出牌子来 什么小平你好 或者是我觉得有些人把小平你好后面加了个字 说小平你好狠 我看都是真的 但总而言之当时还是有一种清新的 年轻人和最高领导层之间 有一种亲热的 或者说那种出于尊敬和亲热 并存的一种互动关系 还是有的 但这些年都没有了 这些年谁还敢开这种玩笑 对不对 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习作为新时代最伟大的改革者 南华早报这篇文章也说了 他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多方面的挑战 比如说经济增长疲软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地缘政治压力也非常大 这里面不用举例都很清楚了 经济增长疲软 那很清楚嘛 疲软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要不然也不会 李强总理还有各路的高官 都在各种场合 包括达沃斯大声几呼 让外资留下来 留下来 有些人说狠话 说你现在不投资中国 你就错过了 下个世纪增长的机会 等等等等 我们看这些社长 通常都是一个原则 就是缺什么喊什么 叫得越想说没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是问题 越严重的时候 其实高青年失业率这个事情 我认为南华早报这篇文章 其实应该再写一篇专门的文章 就是写这个青年失业率 它不是一般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青年失业的这种焦虑感和旺感 它正在沿着这个链条 往上传递 传达到哪呢 传达到高考上大学这个环节 最近我的一个老领导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说什么呢 说2024年中国的全国高考 参加的人数是1353万 比2023年多出62万人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我看到这个数字简直是吓到了 因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多出62万这么多来 主要是因为有413万的复读生 加入了今年的高考 这总数413万 占1353万总数的三分之一 就是说应届毕业生只占今年高考的三分之二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 它是不是很卷 不是一般的卷 是卷到了极点 那2024年的高考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最残酷的一届 为什么这么残酷 反反复复这么多人要复读 再浪费一年时间也要再考一次 就是因为如果你上不了985211 你能够在国内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的可能是越来越小了 实际上现在是就算你考上了 十五八九也没戏 因为外资都在撤 内资国企的就业容量是有限的 民企现在是都在削减规模 大家都是观望 不到万不得已 不再出手 不再做新的投资和大的布局 因为目前这种情况要延续多长时间 谁也没把握 这些心态不是靠开三中全会能解决的 刚才说的经济扶苏乏力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些外资也在逃跑 这些事情都是近期的 长期的挑战是什么 南华早报说 长期的挑战按目标来讲 那就是到建国100年的时候 2049年 中国将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强大民主 先进和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事 第一大挑战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团队 在复杂的团队中 智雷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必须有一个高效的稳定的团队 但在这一点上 习主席越来越吃力 为什么 他已干了这十多年了 他已经把所有可信任的人 安排在了关键岗位上 这个过程看起来并不顺利 所以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习主席自己还得势必公清 根据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说 每一个重大改革计划的草案 习主席都逐字逐句的审查 逐字逐句的进行修改 你看你这不是 这个重将不行 你累死了皇上 所以这个团队的建立 仍然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还有就是制衡 不管在什么样的体制里面 就算是在非常极端的专制体制里面 也都需要一些制衡一点 现在的制衡措施 貌似就是派各种工作组 派群势组 中纪委出面搞群势组 当然了 在军事的利益集团 军事方面 习主席还是做了很多大胆的举动 充足了人民解放军的各大军区和部门 但是效果也很有限 最近一年集中发生了这些案子 让人感觉对过去特别大叔特殊的 就是军队的改革 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感觉到没有以前我们认为的这么成功 另外反腐成功的衡量标准 以前都是用每年抓获的腐败官员来衡量 但这个数据过去有效 但是当存量抓完了 增量怎么办 从长远来看 腐败的罕见程度 是衡量反腐成功的唯一依据吗 我觉得然后找到提出这个问题 也非常有意思 第三大挑战 长线看来那就是创造稳定的商业环境 稳定的商业环境 这是重中之重 现在国企也好 民企也好 还有外企也好 现在这个态势不太好 今天我还看到了一条新闻是什么呢 国外著名的律所 都在纷纷撤出中国市场 刚刚7月4号 中国司法部在官网上发布声明 同意注销美国叫威加律师事务所 驻北京代表处收回其营业执照 这个威加是总部位于纽约 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它的上海代表处成立于2004年 北京代表处成立于2008年 北京代表处已经关门了 2024年3月威加表示也在考虑关闭上海的办事处 如果关闭这家事务所在中国将只剩下其香港的代表处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很多 比如说在北京和上海 北京和香港 有14名合伙人和员工的 叫美国德捷律师事务所 Dechert 7月初也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 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还有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夫妻俩和Michelle都曾经工作过的 美国第六大律师事务所 盛德 Sidney Austin 5月初发表声明 将不再续签上海代表处的组约 总而言之 很多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企业 他退出中国可能有短期和长期的原因 可能有经营不善的原因 有他自身的原因 但是律所是什么呢 律所是企业运行的压仓石和润滑油 因为法律问题是每个大型企业到中国投资 到中国进行商务运营的最核心的一个任务之一 这些律师事务所要撤 出于什么原因 我想无非这两条 第一就是 没有这么多业务了 他公司都跑了 那你这些跨国的律所 你在中国待着还干嘛呢 对吧 我想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人身安全确实得不到保障了 那很多的这个 这个律所呀 除了撤离 或者就要么就是采取拆分 把原来和中国搞的合资律师事务所呀 他 拆分开 彻底剥离 这样主要是我的剥离风策 那最近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个前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询问有关情况 你们为什么撤了呀 他说你还问我们这个律师为什么撤 你看看北京的国际学校 哪有外国人 都是中国孩子啊 满大街都不见外国人了 普通外国人和老师都找不着 更别说律师这个群体了 所以律师在撤 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大家都在撤 这里面最大的风险 用这个麦克尘的话说 就是怕惹祸上升 比如说国安法 比如说抓间谍 信密 律师事务所涉及到的问题 信息通常都是敏感信息 你说你客户的信息 在美国还有这个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美国有这个律师和客户之间的这个保密协议 这个保密协议是受法律保护的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 勒令律师或者客户 透露他和他的律师之间交谈的内容 但是中国哪认这一套 是吧 如果涉及到国安法 你什么attorney privilege 通通扯淡 所以这些律师 这些事务所 不能用国际惯常的方法 在中国继续发展 这是为什么他们也要撤 因为再不撤的话 也撤不出来了 这是对隐私 对安全的担心 是和他们对业务的前景的不乐观一样成为了大型律师事务所退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三中全会以外 咱们再聊聊新冒出来的川普的搭档 JD万斯万斯 挺有意思 万斯出生为一个坑塔基 普通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 在俄亥俄的小镇长大 他的经历很坎坷 也很典型 就是美国在俄亥俄这种地方的孩子的典型的童年生长经历 对父亲没有印象 因为从小父母就离异 人生后来也完全被自己胡作非为的母亲带偏了 他的母亲又酗酒又嗑药 不断结婚 不断离婚 搞了四五次了 他本人就是他母亲在高中的时候怀上了他 实际上他母亲是挺着肚子参加自己的高中毕业典礼的 所以作为一个青少年的单亲妈妈 J.D.Vance的人生之路 第一步就没走得很正 像西主席说的 人生的第一颗扭扣就没有扣好 然后他就陷入了狂乱而失败的深渊 他身边没有人能给他说的一个榜样 就是其负责任的男人 这个没有 最后来他母亲遇上的男人都是 阿拉巴契亚山区这种白人男人的常态 什么常态呢 这些人整天就是靠领政府救济 骂骂咧咧 调水减兽 也不工作 整天就是喝酒打牌 混酒吧 喝完酒以后就是打老婆 打来打去 最后就是抛弃弃子 离家出走 那万斯后来分析说 阿拉巴契亚山区他们这些白人家庭 比起黑人和蜥蜴人群 便不是最穷 尽管经济萧条 制造业工厂倒闭 这些人不是找不到工作 没有活路 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去找 也不愿意工作 他们坚信世界对不起自己 搞得自己自怨自义 无法改变厄运 于是只能在这种生活的消沉 但是上帝和命运对JD是公平的 他后来从这种消极态度中摆脱 是因为他高中毕业以后 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四年魔鬼般的训练 让万斯学会了几个关键的事情 第一权力以赴 第二自律 第三勤奋付出代价强悍 所以他从军营里走出来的时候 和普通的美国孩子路径相反 别人都是毕业以后上大学 他是毕业以后先参军 然后进了奥海奥的州立大学 也是很苦打三分工 但是他竟然领域跳龙门进入了美国最牛的法学院 耶鲁法学院 毕业后成为了大律师行为名律师 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有一个很完美的家庭 好像有三个孩子吧 所以你看 JD是一个对美国的年轻人 尤其是中西部这些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role model 那就是很有励志的意义 人生他翻身了 翻身了 当然后面怎么样 他和川普这个打打能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充满了风险 虽然川普这一次靠这一颗子弹 选情大涨 但是我们看他整个的竞选的操作的策略 仍然是紧抓自己的基本派 和上次一样紧抓基本派 对中间的游移的选民 并没有付出特别大的努力 也没什么特别有效的措施 那从这个角度讲 中间这些选民 会因为这一颗子弹 就去转耳 坚定的支持川普吗 我表示怀疑 所以离这个大选 还有投票日 还有四个月呢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那当然万斯啊 作为可能的 未来的美国的副总统 他和中国事务的关系 也让大家关注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 是可以先简单的点评一下的 首先啊 有些人认为外交事务 要主要看到时候拜登 或者是川普 任命谁为国务卿 军事关系要看谁当国防部长 所以华先生认为这个万斯啊 副总统在外交方面的作用没这么大 我不这么认为 你看看上一届的这个彭斯 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那篇演讲 对中国的演讲 震聋发聩 在中美的历史上 那是一篇可圈可点的一个不朽的篇章 所以副总统可能会起关键作用啊 那对这个国务卿这些人啊 都是具体的执行的层面的一些事情 那就在昨天啊星期一 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啊 他说美国的外交重点将是中国 他将中国描述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所以他也以对华强硬派著称 他也是川普这个美国优先这个议程的重视支持者 他长期以来支持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东亚 为此啊 他甚至不惜说 乌克兰战争应该马上停 我们不应该在乌克兰战争上浪费时间弹药和金钱 应该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到对付中国上来 所以他这一点和以前的副总统彭斯啊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同时他也支持川普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啊 所以他也是个关税派 那他上台以后和川普啊啊 联手 我估计对中国应该会是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时间 最简单的就是关税 他一下再涨60% 你说这不是给中国经济 雪上加烧吗 啊 当然我相信到时候也会引来美国的通货膨胀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那当然在台湾问题上 他也是个强硬派 他说不能让中国进入台湾啊 在这方面 他会秉承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 针对台海问题的态度啊 所以万斯啊 这个人是可圈可点啊 另外万斯有一个老师 也是华人圈里耳熟能详的 就是那个耶鲁大学的虎妈 蔡美尔啊 蔡美尔是万斯的耶鲁大学的老师啊 当时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是万斯的门托尔啊 这种这种导师级的人物 他鼓励万斯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写出来 后来才有那一部他的创销书叫绝望者背歌啊 那本说我还没有看 但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这个甚至于一种可能啊 万斯上台以后 蔡美尔也可能入阁 对吧 因为上一次这个彭斯当副总统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选 就是彭斯部长人选 就是彭斯推荐给川普的 川普面试做最后的决断 但是第一关是副总统啊 所以万斯可能也会承担这方面的角色 那蔡美尔加入美国的内阁啊 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当然了蔡美尔本人啊非常有意思 今天时间可能不一定够 我给大家透一点信息 蔡美尔啊当年活起来 就是因为他在花旗时报的一篇文章 就是为什么Asian mom就是厉害啊 为什么亚洲母亲就是牛 当时引起了美国无数啊 这个普通的啊 美国母亲的愤慨 因为他就是东亚那一套啊 对孩子要求极其严格弹钢琴啊 不把某个调弹好了 不让睡觉之类的吧 我不给吃饭啊 类似这种这种东西 当时美国这些美国都说 哎呀这个Asian mom怎么这样 但事实上哈 今天很悲催的就是蔡美尔的两个女儿啊 敏然众人意 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吗 看不到啊对吧 所以蔡美尔现在 说他每天啊都在反省 当年给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受这么多苦啊 承受这么大压力 他有后悔 他很有负罪感啊 那蔡美尔的老公啊 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也吃上官司了啊 学生告他性骚扰 没有发声为谁啊 因为他老公啊 在跟这个学生啊 这个啊 office hour啊 谈话的时候 有个女学生说 我这个老师的眼神啊 变得越来越暧昧 越来越亲热 我要再不跑啊 他好像就要把我抱过来亲一口似的啊 于是这个女生啊 夺落而逃 那这种事情在美国 尤其是这种左派高校 都是啊 说不清道不明啊 宁愿信其有 宁愿信其无 的这么个状态 所以啊 他们的终身教职仍然保留 但好像已经不准他上课了 所以你看蔡美尔 你说是个成功人生吗 也可以说是 但你说你家里 你个老公 这个孩子受这么大罪啊 从他怎么对待自己孩子 我就可以推断你 说他老公啊 也幸福不了啊 如果很幸福的话 他婚家亲蔡美尔得了 他何必要亲自己的学生呢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 今天先聊这些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万斯的看法 也谈谈您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些目标 以及习主席和邓小平并肩 成为最伟大的改革家 你有什么看法 谢谢您下期节目 再见